這兩天在台灣發生一個非常令人遺憾的事情 就是兩名非常優秀的消防人員 在救火的時候不幸罹難 我們看這報導 6號中午泰山分隊接到火警通知 所有人全都動起來 其中穿著白色汗衫 戴著眼鏡口罩的人是陳奕瑞 他不慌不忙走到頒表前 核對出勤名單 而另外一個彭祥毅 也是穿著汗衫和他擦肩而過 接著走到外面去著裝準備出發 但這趟出去他們倆再也回不來了 殉職於家具工廠大火 這兩名隊員在第一時間衝進火場 要尋找受困的人以及起火點在哪 但起火的閣樓卻突然發生閃燃 瞬間溫度達到上千度 閣樓都因為閃燃向下塌陷 更別說是奕瑞和祥毅怎麼承受得住 即便執行師有再多危險 陳奕瑞和彭祥毅都知道 還在臉書上PO上這篇文章 當我執行勤務時 儘管火焰總是那麼猛烈 請賜給我力量去拯救生命 請使我有足夠的警覺 聽到最微弱的呼叫 並迅速的將火撲滅 我要盡我最大的力量完成使命 現在為了救火 刷刷殉職 讓人不捨 同事們在臉書上也撲出照片 替他們祈禱 更想告訴兩位盡責的弟兄 任務結束可以反對了 那個火真的是太恐怖了 那個閃燃的現象 竟然將這個最後的救命儀器也給燒壞了 我們看這報道 火勢瞬間燃燒逃命時間連一秒都沒有 像這樣的金銜場面任誰看了也會怕 但在消防隊員眼中閃燃效應才是最恐怖的 玻璃屋裡原本只有沙發和一部分的牆壁 天花板起火燃燒 但才短短幾秒鐘 整間屋子瞬間被大火吞噬 全面燃燒 光看影片或許沒有震撼力 新北市消防局從德國引進了閃燃模擬室 要教導所有大火弟兄 什麼是閃燃 打開門大火突然竄出 這就是閃燃現象 靠近點看 所有可燃性氣體在最上層 一次被點燃 造成全面燃燒 也就是說密閉空間裡面發生火警 沒交火的地方 溫度也跟著上升 高達600到1000度 就會產生一種輻射熱 輻射熱累積到一定的量 沒起火的地方也會瞬間全面燃燒 這就是所謂的閃燃 人要是剛好在裡頭 連跑都來不及 7月6號看到他禮拜六下午 這個發生火災 進去泰山他的家具工廠 火廠現場的時候 他進去那個是 其實一般資深的消防人都會講 你要進去這樣的一個密閉室的消防 這樣的一個工廠起火點的時候 你要去找起火點 不是那麼容易 因為工廠裡面密閉的空間 有可能已經產生一陣的悶燒了 而且你要進去找起火點 那個起火點幾乎裡面都是黑黑漆黑 然後你要找到在二樓夾成 以泰山這次家具廠到二樓夾成 又非常的不容易 再加上爆發 剛剛寶劍哥跟馬老師提到 這個閃燃現象 閃燃現象 最近十年來台灣發起了多起火災案件 這次算是第三期 總共造成五個消防員上升 這次這兩個也是其中兩位 我們看到陳毅瑞 他是天生非常熱情的一個消防員 他其實是一個對上的開心果 緊磚25期消防班 然後呢很多的這個鬼才的點子 酷手拍了很多這個當地分局 對上拍很多消防宣傳影片 他是有使命感的 所以你看他在今年臉書 在臉書上分享 美國猶他州這個 炎湖城消防隊員的祈禱文 當我執行勤務時 儘管火焰總是那麼猛烈 請賜給我力量去拯救生命 無論他是多大年紀 請使我有足夠的警覺 聽到最微弱的呼叫 並迅速的將火撲滅 我要盡我最大的力量完成使命 我要守護每一位靈人 並保衛他的財產 如果有一天命中注定我失去生命 請用你庇護的手保佑我的家庭 讓他們平安度過一生 這是多麼讓人動籠 而這位彭祥也是一樣 他也是非常具有專業經驗 認真的一個消防員 雖然他資歷只有兩年 但是他常常會去開發 新的一些交房滅火的經濟作為 所以你可以看到 他曾經在這個臉書上 也去跟大家分享說 他說火場上黑暗 你知道嗎 火場上非常黑 非常的黑 黑到你在我身邊 卻不知道你存在 還說有句話說 世界上最遠的距離不是生與死 而是我站在你面前 你卻不知道 在濃焰密布的室內 不但看不到前方的同仁 而且連左右的方向都會弄不清楚 沒有想到這一次彭祥毅 就上升在他最熟悉的 這種消防這個火場黑暗當中